散文 喝茶 作者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吃茶 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吃讲茶 我没有工夫去听 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 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茶道 而且一定说得很好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 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 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 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 关于这一件事 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 不必再来多嘴 我现在所想说的 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 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 何况又加糖与牛奶 葛新的《草堂随笔》 却是很有趣味的书 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 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 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 芝娜饮茶已历千百年 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食意的万分之一 则我熟不以为然 红茶带吐司 未始不可吃 但这只是当饭 在渡鸡时时之而已 我的所谓喝茶 却是在喝清茶 在鉴赏其色与香与味 亦未必在止渴 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中国古西曾吃过煎茶及抹茶 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 港仓绝三在茶之书里 很巧妙地称之曰 自然主义的茶 所以我们所种的 即在这自然之妙味 中国人上茶馆去 左一碗右一碗地喝了半天 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 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 只可惜近来 太是洋场化 失了本意 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 只在乡村间 还保存一点古风 为是乌与器具 简陋万分 或者但可称为 颇有喝茶之意 而未可许为 以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当于 瓦屋纸窗之下 清泉绿茶 用素雅的陶瓷茶具 同二三人共饮 得半日之嫌 可抵十年的沉梦 喝茶之后 再去继续修个人的盛宴 无论为名为例 都无不可 但偶然的片刻油油 乃正义断不可少 中国喝茶时 多吃瓜子 我觉得 不很适宜 喝茶时所吃的东西 应当是清淡的茶食 中国的茶食 却变了满汉勃勃 其性质与 饿都相差无几 不是喝茶时 所吃的东西了 日本的点心 虽是豆米的成品 但那优雅的橙色 朴素的味道 很合于茶食的资格 如各司的羊羹 有有特殊的风味 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 用豆腐干切成细丝 加姜丝酱油 重汤炖热 上浇麻油 出以功课 其立以为唐冠所独有 豆腐干中 本有一种茶干 今便而为丝 一泼与茶相宜 在南京时 常识此品 聚云 由某四方丈所制为罪 虽也曾尝试 却已忘记 所记得者乃只是 下官的江天阁而已 学生们的习惯 平常干丝祭出 大抵不及时 等到麻油在家 开水重换之后 使行举注 最为合适 因为一道即庆 四碗即至 不谎应丑 否则 麻油三角 玄机撤去 怒行余色 未免是客 不欢而散 茶意都笑了 五香 昌安门外 有一处地方 名三角桥 实在并无三角 乃是三出 应以一桥而跨三叉的 和尚也 其地有豆腐店 约周德河者 制茶干 最有名 寻常的豆腐干 方约寸半 厚三分 值钱两文 周德河的价值相同 小而且薄 几集一半 有黑尖史 如紫痰片 我家距三角桥 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 故书不易得 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 每天有人挑担 设炉货 沿街叫卖 其词曰 辣酱辣 麻油炸 红酱抹 辣酱拓 周德河 格武 香油 炸豆腐干 其制法如上所述 以竹丝插其末端 每枚 直三文 豆腐干大小如周德河 而肾柔软 大约系长品 为经过这样烹调 虽然不是茶食之一 却也不视为一种好豆食 豆腐的确也是 极东的家庙的食品 可以有种种的变化 围在西洋 不会被灵解 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饭 名曰茶字 以烟菜及泽安等为佐 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 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 为其原因 非由穷困即为节省 但少有故意 往清茶淡饭中 寻其固有之位者 此所以未可惜也